合体亮相台剧出勇开进一室 只是万万想不到开拍不到一个月 一名摄影师及收音助理发生坠骨身亡意外 除了男主角颜亚伦开罢工第一枪 同样主演的张瑞佳也悲痛悼念 张瑞佳舌号发文写下事发到现在还是难以接受相信 明明昨天还一起在位新戏奋斗者 自己不断重复看对方拍的最后一颗镜头 跟在摄影机后的背影 也坦言拍戏多年没这么沉痛过 意外当天回程听到二号女主角姚爱宁也恶度发生 她说无法接受一切是真的 就连看见阳光感受世界如常运转都很难受 她也呼吁大家思考自己是否无形之中 也认同社会上的阶级权利跟不平等 黄性摄影师不幸身亡一起拍过电影的刘亦尔 也po出两人一起吹海风的相片 她想念对方招牌笑嘻嘻的娃娃脸 表示真的真的很难过 没想到这张照片的这部电影 是他们一起拍的最后一部 意外也让不少演员呼吁正式拍片安全 曾拍电影抱怨剧组要求 下海拍摄却都没有安全措施 梦耿如IG直言对影视圈不公平对待很有感 不只在没有足够措施下被要求做危险动作 抱怨了还会被说耍大牌 另外工作时间超过没拍完要离开被制作方白眼 这种事情不计其数 她感叹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只期盼有一天这个生态可以被改变 让大家有安全无余的工作环境 而过去也曾和逝世的两位工作人员 一起工作的影帝吴康人也反思 曾为了证明我们也可以 在没有完全的准备下就上战场工作 如果体制的运作有问题 自己应该也是帮凶 让外界看了相当感叹 TVBS新闻综合报道